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资料分散的趋势 我们要去描述一批资料 除了集中趋势之外 分散的趋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批资料的性质 分散的趋势有几个统计量 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这批资料到底分散的程度是怎么样 那现在我们介绍常用的分散趋势 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叫做全距range 再来的话呢 因为全距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估计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稍微再好一点的 叫做四分位距 叫做interquartile range 要不然就是四分位差 这两个的话呢 同学很多地方都会搞错 事实上这两个的话都不是非常常用的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它的定义 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标准差 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叫做standard deviation 那么我们就来介绍资料分散趋势的几个统计量的 这个算法 首先我们介绍全距 全距range 我们听到这个range就知道是我们的范围 那么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子的 最大值减掉最小值 那么我们来看看例子 有两组篮球队的身高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 196198200202204 哦 它的平均数是多少 平均200公分 再来看看B队 B队的话 我们发现它也是200公分 那么有什么差距呢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发现B队的最高的比它高 最矮的比它矮 所以它这个B队 它分散的情况比较严重 它比较集中 那么我们怎么估呢 最高的减掉最矮的 所以它的range是多少 A队的range 204扣掉196 所以它的range有8公分 那么B队来说呢 虽然它的平均数都一样 这边是210 这边是190 它的range就有20公分了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B队 它的range比较大 它比较分散 不过这样子的算法的话 我们是不是只考虑到了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有没有比较细一点的估计呢 因为我们如果两个都一样 range的话呢 可能会一样 那里面差距很大的话 我们的分散的情况 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稍微比较好一点的估计方法 叫做四分位距 那么我们来看 四分位距 Quartile的是Q 指的就是四分之一的意思 那么它的range的话呢 是这样的 IQR 是取的是IQR 它的算法是什么呢 是把我们的这个数字 由小排到大 然后呢 取的是什么 这是中间是中位数 这是四分之一 这是四分之一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是四分之一Q 这边是四分之三Q 我们指的是四分之三Q 就是减掉四分之一Q 也就是Q3 减Q1 如果说这一批资料 差距越大的话呢 Q3减Q1就会越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分位距 那么这个QD Quartile Deviation QD的话呢 是跟四分位距 差一点点 它是除二而已 其实意义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来算算看 四分位距是怎么算的 现在我们来算算一批资料 如何去求四分位距 首先我们把这一批资料 先看一下 123456789 9笔资料 那么这9笔资料 首先第一步 一定要先排序 先排序再说 好排好序以后 9笔资料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123456789 123456789 好 那么9加1 除以2 等于5 第五笔资料 就是我们的中位数 中位数的意思就是 赢一半输一半 那么Q1跟Q3怎么算呢 Q1的话怎么算 总共有9比9加1 除以4 所以是多少呢 是2.5 2.5指的是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所以本题的Q1是几 12 12到12之间 那么就是还是12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3倍 第7.5笔 那么我们数一下 1234567 7.5 那么落点在这边 所以Q30几 31 所以我们的四分位距 我们的IQR 是多少 31 减掉12 等于19 19 就是我们的四分位距 如果他要问的是四分位差 那我们就再除以二个二就好了 所以其实四分位距 其实也不算是很难求 但是最主要是 他也不是非常的常用 其实数字越少 这个四分位差好 四分位距的话呢 会越不精准 我们还是以标准差来的最重要 那么我们有了分散的程度之后 我们在叙述统计里面 经常的话呢 会想要用一个相形图 去描述一批资料 那么相形图是怎么画 这个相形图又称为相须图 像一个胡须一样的 那么以刚刚那一笔资料来看啊 我们刚才去算的是什么呢 中位数是多少 是26 26我们可以标起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四分之一的位置 四分之一的位置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12 四分之三 Q3是几呢 Q3是31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画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最小的值 最大的值连接过来 这个叫做中位数 也就是说 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而且 这个是Q1 这是Q3 它意味着什么 在中心的 50%的资料 50%的资料 全部都落在这里面 这个外面是有25% 这个须越长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所谓的离群值 outlier 离群值啊 基本上来说 这个区的这个总长的话呢 我们刚刚算过了 这只叫做四分位距 是19 超过19两倍以上的 这些资料的话来说 我们都不太理它了 因为那些都不是我们靠近中间的 这值 就所谓的离群值啊 那一部分来说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箱子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资料的分散趋势 我们只介绍什么 全距 四分位距 还有四分位差 其实啊 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只是介绍一下 就是资料是怎么样的去估计 最重要最重要的 还是以标准差 我们还没有教 这个我们到时候要用到的啊 这是后面都会一直都持续在用着 那么如果资料很多 那么各位同学 那个我们要排序了 要做那些资料的一些处理 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建议同学 用Excel 或者是 比如说是SPSS 或者是SAS 这SAS 这个也是常常用到的 这个在生物统计上面来说 流行病学都都是非常的常用的 这个SPSS在社会科学上面来说 我们的话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风行 那么我们建议用统计软体来计算 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数据 我们下期再见